下雨过10块钱 我们放在地上了 到底要做什么呢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有一个动作就是用脚抓毛巾 对 这个大家都已经受过很多的健康教育了 都知道用脚抓毛巾 对我们的脚指头很好 脚的控制上脚指头去抓 这是一个叫做外在机控制 就是说我们的指头做这个 是一个外在机的控制 那外在机控制很好 可以让你的脚比较健康 那我们现在要学的是另外一个 更困难的动作叫做内在机控制 然后这在学名上叫做短足运动 我们使用这个脚部里面的肌肉 让我们的脚变得比较短 比较短 对 变得比较短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脚足弓会自然撑高 就像刚才这个治疗师讲的时候 我们国人的一些脚的问题 大概这功能性扁拼足 占了一个很大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特别学这个东西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脚趾头 可以看一下这个脚 就是我们平常就是 你顶多是做到这个动作 对 就是 那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这个就是要做外在机控制 那你要个内在机控制 就是你用的大拇指的这个拇指球 压着 踩到这个 踩到这个十块钱 好 然后踩到这十块钱以后呢 然后往回拉 你注意到 对 你可以看到这个足弓 脚趾是平的 对 直接就升高了 然后你的足弓的这个 底下就更 那这样的话 就会让你的脚弓变高 然后你的脚会变短 就像毛毛虫一样 那为什么要再次放一个十块钱呢 能够确保你的拇指球是 压在地上 能够把这个十块钱拉回来 那这个动作有一点点困难 大家可以多做练习 你可能会在压下去的时候 你一开始像这十块钱这样压下去 你可能会变成这个动作 变成这个动作 那你就是要能够缩回来 缩回来 对 你可以看到缩回来 我们的足弓变得更高 后面甚至都透光了 对 这个 所以如果就小CALL来讲的话 他就是在足弓塌陷的那一脚 特别需要加强 他应该多做这个动作 所以特别那一脚需要加强吗 还是两脚一定要一起去练 就像我们游泳一样 我们如果说游泳这个动作做久以后 两边的这个胸部 肌肉 就会变得比较对称 他并不需要说你用单手滑 来训练一样这个意思 所以两边都要训练才行 这样对你的身体比较好 那很多人用的是比方说 足弓垫或什么 这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现在我们最常看 大家可能会因为绞型的问题 会被告知需要用鞋垫去做调整 那其实市面上的鞋垫最大的问题 就是过度的支撑足弓 在这边示范一个动作给大家看 就是你拿的是什么 麻将就要打牌 大家想象我们足弓就像一排这些麻将 这样控制这样子在排列着 但是他如果说他的控制呢 他是主要是来自于前脚掌跟后脚跟的 这个骨头去把这个骨头夹住之后 做一个翻转的动作 所以这个时候整个整个关节是排列的很稳定的 你如果说今天选用选用了一个过度支撑的 一个鞋垫 假设这个是一个过度支撑的鞋垫 他顶着你的足弓的时候 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原本很稳定的关节 可以做翻转的动作 结果你今天用一个足弓 垫去顶他的时候会发现什么样 你的整个骨头就跑掉了 反而是反效果就对了 反而会让你更加的不稳定 OK 所以大家可能没有想象到 原来我们走路有这么多的关联性 那么今天透过今天的节目之后 大家就知道了 观察你自己的走路姿势 那如果真的有问题 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测 重点是透过运动 还有透过外部的改善 把自己弄得更好 才可以走得更长远 各位观众朋友 最常会使用这样 健走散步或者说跑步 来作为主要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项目 但事实上呢 健走或散步呢 它其实需要达到运动的一个条件的话 会有三个重要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要让你会喘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让你心跳有办法加速 甚至呢 第三个能够让你有点流汗 那是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 有到运动程度的一个见走的方式 那除了运动要达到心肺功能要提升之外呢 你的步态的稳定也相当重要 否则你运动下去产生一些运动伤害就不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挑选适当的鞋子来让你的步态达到更加的稳定 让你的关节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更加健康 这个时候挑选的鞋子呢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会建议观众朋友要先进行足压的动态足压量测 让你知道说你适合哪样的什么样的一个鞋子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依照你的动态足压量测的结果 去挑选你适合的鞋子 然后最好要强调有稳定跟支撑的一个效果 才能让你在步态行进的过程当中 可以让你的关节更加稳定 那由于台湾的气候比较潮湿闷热 所以有很多女性的观众呢 会想要选择凉拖鞋来作为你健肘的主要用鞋 那这个时候就要特别留意 就是说因为一般的凉拖鞋 通常它的整个包覆性会比较差 然后稳定性会比较不好 会让你的关节更加的不稳 所以你在选择凉鞋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要有个轻弹包覆 就是说轻量化跟有弹性 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要点 但是你如果说包覆性很差的话 会造成你的步态更加的不稳 所以就要挑选包覆性比较好的一个凉鞋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止滑跟避震 因为你可能难免会踩到一些湿滑的地面 所以它的止滑跟避震能力 可以协助你的步态更加稳定 降低跌倒的风险 才能让你的运动达到最佳的一个健康效率